甜食生活 為生活甜食 雪藏和新鮮雞 張宇人教我 雪藏雞和新鮮雞 真的很大分別 所以我覺得飲食 你們廣東人 真的很有研究 你們講幾代 我想我 爸爸媽媽是上海人 你知道我上海的湯還差 是滾湯 根本沒什麼燉湯 所以我對飲食那邊 現在開始比較選擇性 都是靠我的飲食朋友 經常跟我飲食 教到我要怎樣吃 所以這一點 真的要向你們廣東人學一下 我想廣東人主要是因為近海 變成海鮮多很多 另外因為有珠江 珠江三國洲的樹 令到經常有雨水 天氣有溫和 變成我們的養豬也好 養雞也好 養河鮮也好 變成選擇多很多 亦都是近南洋這邊 進口很多的香料 煮法 變成多元化了 廣東人吃東西 變成招職了 其實挺有趣的 煲湯 金銀菜煲 柱窄 何謂金銀菜呢 新鮮的白菜 加上乾的白菜 湯就比較濃 加上南北杏 何謂南北杏 新鮮的杏銀和乾的杏銀 你真的有些研究 你只有一個廣字 只懂得吃 我懂得煮的 你懂得煮的 你懂得煮的 你懂得叫人家怎麼煮的 自己煮也可以 叫人家煮也可以 好像 你說得出正話的幾美好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譬如最近我最近流行吃生死戀 什麼生死戀 什麼生死戀 用一條鹹魚和新鮮魚一起蒸 新鮮魚有些鹹魚味 鹹魚味就沒那麼鹹 鹹魚味就吸了一些新鮮魚味 我喜歡用粗菜蒸煮 新製作 幸好你們沒有什麼版權